刚才听完我调刊这个民主峰会 现在给大家一个正式的看法 就是来自环球时会的社论 昨晚出了一个社论 就是民主峰会教第三届 大概都可以概观定论 看他有什么理据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这件事是拜登教的 拜登之所以成为一个战略高手 就在乎他是凭这次的 因为他当时还没上入 已经提出了一个民主峰会的建议 因为当时是比较松散 比特朗普搞到整个西方民主联盟 比较松散 所以就立刻搞一个大浪峰 搞一次大会 但是现在第一件事是怀疑 就是说拜登会不会再做下去呢 轮到特朗普搞不搞这件事呢 特朗普好像不是很志在什么叫民主 最主要是实用 那么2021年呢 就是这个华盛顿搞了一个民主峰会 就要重返全球领导地位 加强民主主义对抗权威 但是问题就是三年 短短三年呢 这些政治人物的讯息 打扮口号和承诺呢 就是被他自己破坏了 那他说虽然不是完全概观定论 但是搞到现在这样的话呢 一手好派就打到烂了 那就是战略空中非人就满手了 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安全网 他说几十岁打一打真的很惨 这个也是说拜登也是说美国 就是很重创 那他民主的峰会里面呢 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看正统的分析了 就是我就调刊式跟你说这个 这个颜同探长了 但是他的正统分析就是说 第一个东西就是美国分三六九等的世界 那所谓民主呢 其实是一个分类的 就是category 就是classification 那美国和盟友呢 就是他们西方 站在金字塔顶 其他那些呢 就来打罗瓦股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说 本身来到这个民主峰会 就探索不到自己本身的 那个自由民主 甚至是他们的主权问题 你上来是听命于美国 那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霸权峰会 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一来是一个 等级阶层统治者 去开一个霸权的峰会 那另外呢 就是中美国是很论识自己的 科技的成就 那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呢 那也都是被美国牢牢在手 其他东西呢 包括中国 包括俄国 包括其他法治中的国家呢 他们都不会拥有的 那这个就是民主峰会的增长 那所谓的领导力呢 本来就是说 我够强 现在我一个呢 就是可以号召到几十个国家 七十个国家 可能对付中国 但是现在这个号召力在哪里呢 就是说 原来美国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就大件事了 那这个就是 刚才所说的这个增长 那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呢 就是说 现在它那个是 将民主变成是 政治工具化 那这个是 正统一点的分析 就是说 它将民主是 政治工具化 政治工具武器化 那就是你很明显就说 你是用这个的民主呢 是来到是 逃利 和私有化它 所以没有人会服的 围住你的主导地位 那美国 真的正所谓的 你坐了 由此王的位置才说 是吧 你在这里分裂世界 是不是呢 很多方面 已经是说不成 那现在呢 就是说 最重要的分析 为什么它在韩国搞呢 原来就想栽培 韩国成为 就是民主 就是亚洲民主的力量 那 为什么会 那么厚待这个日本呢 那么厚待这个韩国呢 可能是 韩石原就比较跟得贴 那日本呢 就似乎 不是那么上镜 那所以说 就是现在 它 不过就是这个分析 社评分析 对美国来说 拿韩国来 可以增加民主峰会的代表性 因为韩国的形象 都上算不差 因为经济谷很好 文化都是 你知道 Batpink 已经搞到你整个世界 为了很不动 对吧 你这个什么Taylor Smith 未必 救那四位小姐 打 你也是说 这个也是 由韩国来做的话 你也分担了 我不是我 我美国主导 韩国也是一个 东道主角 但是不过呢 至于现在 社评分析说 韩国必须意识到 你搞这个民主峰会 就 似乎增加不了 这个国际影响力 某种程度呢 民主峰会 是愈来愈处一个 躺山树 就是那些 不是好东西 你接了手 你会拿到手 总的来说 不要再说什么叫做制度之争 或者是这个什么 你是行这个 是不是选举民主 又是什么情况 但是现在就是 美国的所谓的 使用主义 就已经清楚了 摆上来 那么你将来搞个 叫做 美国霸权峰会 其实呢 由特朗普搞 其实应该做了很召力 起码新奇一点 那就是说 这个霸权峰会 就是说 我带你们去搵食 带你们去剝削中国 和俄罗斯的经济成果 我们去支解俄罗斯 我们去对付中国 在我们这个霸权峰会里面 见者有份 那就是这样说 那就是更加一个耗注力 更加真实 美国现在玩到这样的 这个叫做现实主义呢 其实也差不多了 不过 那么 有一个问题来的 中国呢 最近呢 真是 早了半年 或者这三个月呢 就比美西方的评论 唱得很厉害 《日报》 《纽约时报》 《美国之音》 《德国之星》 《BBC》 都是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 所以就应该是找不下去了 同一个道理 为什么我不会上当呢 就不是因为我知心 就是传媒人 而是你不需要知心 你经过新冠一役 你都知道他们的说话 真的是 真的完全是有 这个 他们的 针对性的 这些 也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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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 整个 中国的 很多 都说到 中国是没有办法 可以恢复 生产 但是 除了中國去年的增長是5.2% 所以你們的公信力有似乎有 不要當你是公信力 當你的預測似乎有偏頗 最近因為有很多數字 連德國媒體都開始說話 中國稱經濟表現全面超與其 專家怎麼看 這條題一死都不認是中國經濟實體上是有超過預期的增長 只是說是中國稱的 無言之他暗藏一句說話 就是說可能數字是假的 但是也是今年頭兩個月 其實是否能夠達到今年全年可以達到5%官方的增長呢 其實這兩個月來說 失業率還是沒有下降的積狀 可能是一點點向上 向上調 中國房地產的跌勢還沒有解決 同期是跌了9% 就是說很多負面的印象都是很差 不過就是中國2月的CPI好像是有上漲了 就是5個月之後開始有些上漲了 就不是通縮了 必須是說通縮 其實我說到氣都咳 那幫這樣的財經接受訪問的朋友 每天都說中國通縮 現在就是說基本上現在 出來了消費的氣氛 大問題就是他們西方說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節日氣氛 因為中國的經濟都很短暗 死都不慶祝中國的經濟出現了一個好轉 依然是暗黑 污魂入 污魂密暴 尤其是世界經濟不好 美西方依然是對中國進行這個去風險化 所謂堅信這件事 不要緊 因為不同的看法 你信不信他 我們已經有思考 新聞是用來看的 但問題是背後內容是用來思考的 最近又有一個看法 就是中國原來有三流 什麼三流 是三大回流 第一就是外資回流 首先看一個數字 就是海外的資金管理公司 開始重新考慮對全亞洲地區的資產佈置 因為美國似乎死了死了 你加了息 美金回去了 就是抽了很多美金回去了 那美國投資方向在哪裡呢 很便宜 你買沒有韭菜 你割 那你拿下來做什麼呢 難道我來投資美國的工業生產 沒有前途 你看台積電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 好了 但問題是現在開始想一下 為何配置呢 其實始終都是不離亞洲 亞洲又不離中國 現在的數字 數據顯示就是2月份去中國的資金 超過2023年的全年 不是吧 只有2月等於2023年的全年 僅僅一個月份全國的新設外商就多達差不多4600家 紅比增長74.4% 可能去年那個基數低了 這個也都是有蘋果也好 或者是巴斯庫也好 都是在中國會有投資的 微軟也會繼續在深圳佈局 因為那裏人才多 加碼投資 這裏人才會暢衰中國的專家就不知道怎麼解釋了 可能這是叫假消息 因為我沒有調查過 我純粹看現在的內地的新聞 外貿回內 這是真的 這是他之前已經介紹過的 他們在西方回體都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 那個貿易 紐約時報都承認了 中國的貿易的力量是很強的 無論是出口 無論是進口 都是欣欣向明 那你進口得 你買人的東西多 或者是你買人的東西多 變成你那個經濟商之穩健 你才有錢買東西 有意外賣東西 出口多 你就賺了更加多的錢 所以中國的貿易很強 就連紐約時報都承認 真是挺難搞的 那原來最大的問題就是 除了西歐不同 美西不同 這個中國做生意 其實有很多人和中國做生意 也有很多新的 一帶一路也相當順暢 在這裡 二月就是中國的貨物貿易進口 就是超過6.61萬億 這個應該是人民幣了 同比增長接近9%了 貿易的順差就是差不多接近9千億人民幣了 擴大了23% 就是一片很厲害 至少這兩個月 那就是國產都很多的貨品 就是汽車啊 其他的所謂電機 昨天都說過了 非常的暢黃 好了 這個就是外資回流 外貿回流 信心也都回流了 這個信心就是中國的先頭說通縮 又說不吃得花錢 不過呢 中國的遊客就開始 不是怎麼出國的問題 也都在中國的旅遊這邊都很火 所以就是 因為大家也都是對於所謂信心回來的意思 就是一些中國品牌 甚至無中國消費品 都開始漢化 就是說 衣服啊 或者自己的國潮都很好 那蘋果和特斯拉在中國的銷售是下跌 這可能是一個對品牌的自信的問題 那麼就說 抖音裏面就是中式穿搭的話題 就已經是這些 以前就看著什麼法國時裝 現在不是啊 即是中式穿搭 是一個110億次的播放量 那麼也都是中式的女裝銷售呢 增長成兩倍 難怪要禁你什麼 Fast fashion 或者中國Faction 你起大陸不重要的 你支持全世界呢 那就大件事 那麼那些法國時裝啊 或者那些歐洲Fast fashion 怎麼搞呢 所以也都是防衛到佔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麼尤其最近呢 如果你留意一下 就是那個中國的股運和這個現代服飾的結合呢 變成了一個產業 那個產業很大啦 除了有人帶貨之外呢 就是你時裝設計有品牌那一支 那麼你返回呢 之前看到啦 UNICO就在日本總部裡面 就發出警報就說 一千間的派多了 都不是賺錢 都準備收縮 現在呢 也都是朝派 各朝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外資回來 外貿回來 我們的自信建立 那麼2024年是不是應該是樂觀呢 我們不算有些地面政治的空欠 是不是要這麼說呢 是不是就是美國要想擋 都很難擋呢 那麼大家都留意到就是 普京的作用 現在它是整個俄羅斯的路線應該不會有什麼改變 依然是一個很強力的抗衡西方的這個權力中心 所以呢 也都是 變成我們一個屏障 好像打風那樣 你有個山頂住 那些風勢不是很強 就算我們覺得這件事 我們不是特意這樣做到 那個勢是這樣做的 那麼現在就是我們23條應該都很順利了 那麼中國的遠處 或者是中國那個的進展呢 就也是出乎意料地是順利啦 如果你說看這些數字 那麼美國深信 未來這5至7年呢 就是和中國競爭的槍口期 他什麼時候加碼 什麼時候再發牌呢 這個就真的要提防 尤其是特朗普上來的時候呢 新官上任 雖然他不是新的 他叫做再回來 新官上任三把火 也有等於好像拜登一上場的時候 就搞談那樣的民主峰會 也都是重新結合的力量 其實是有壓力的 就是在地元政治的那個競爭裏面有壓力的 那麼這個就看11月的發展如何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者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鹿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鹿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